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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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为孙悟空配过音吗 李宗盛要叫您大师兄 那不是因为我是二师弟啊 还有一句原因 那您真的是我的大师兄 因为我们俩都是北京广播学院 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 但是据我所知 您学的不是播音专业 对 您是新闻编辑联专业专业 那正在播一些外国电影 我自己也模仿几段 大伙说你就别学这个专业了 你应该搞配音了 我说行吗 试试 绝对行 你这嗓音很有特色 然后我自己到了中央电视台 自保家门 然后被人家录用了 从此走上了配音的道路 也属于自学成才 当然李洋老师 其实配音了很多经典的荧幕形象 还有一个形象 是我们打小就特别喜欢的 唐老鸭 您能跟我们说两句吗 这么多朋友 千万别吃烤鸭子 特别可爱 这是唐老鸭 孙悟空 其实还有李洋老师 诠释了很多电影当中的形象 我们也总结了一个短片 来回顾一下李洋老师 用声音诠释的经典形象 不要我抠开 不要我抠开 狗狗狗狗狗 玉帝老儿 谁都不敢碰你 俺老孙偏要跟你较量较量 你不赶快还我袈裟 我就踏平你的黑风扇 踏平你的黑风洞 叫你这一栋妖精 断子绝心 愿的 愿的 你不就是那沙和尚吗 我坚持不住了 那就让我见识见识你的力量 年死你就像年死是蚂蚁 洗刷干净懂不懂 每个卫生死角都不能放过 每个汗毛都要发光发亮 哦 莫斯科 是这场战争的结束 到莫斯科 去修养你们专满硝烟的心去 你对人家太凶了爸爸 你想把人都得罪了 警察就是命令 命令就得得罪人 你知道什么 洗不澡 跟我走 一二一 哎呀 这真的都是我们成长的回忆啊 是 梁老师 你一直统治过吗 您配音有多少个心目形象 大概 我配了一百六十多部外国电影 配了上千部级的外国电视连续剧 今年是我从事配音工作 三十四周年 从八零年开始配音的 一直在用声音塑造的不同的角色 当然还有很多的影视角色 没有在我们的短片当中包罗进来 您能够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 给大家模仿一段周总理的讲话 因为许多影视作品中 周总理的声音也是我配的 各位代表 我现在做政府工作报告 请大会讨论和批准 在以毛主席 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 我国人民奋法图强 赞赏种种艰难困苦 在不到二十多年的时间内 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 初步建设成为繁荣 长生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再有二十年的时间 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 包括建设成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 抢过 闭上眼睛 保护周总理又回到我们的身边 我觉得可能对于配音演员老师来说 最幸福的一刻就是 在此刻 听到大家的掌声 然后自己的形象 能够进入大家的这个心里去 梁老师我也想问问您 您看刚才说到了 说配音配了那么多角色 成百上千 您自己最满意 最中意的角色是哪一个 我个人觉得就是六小灵通演的 这41级的孙悟空 人演的孙悟空 我认为我配的 我自己最满意 为什么呢 到今天 还有很多的人不知道 这是李洋配的 以为是六小灵通配的 其实配音演员最高的评价 就是说你配的角色 人家不知道是你配的 是觉得就是这角色说的 你是最高的评价 这四个字来说的 浑然天成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请梁老师 做嘉宾集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出下一位嘉宾 他也是非常的德高望重 我也在想用什么样的方式 请出他呢 要不然您师傅你来一段 我什么 您师傅都来了啊 那就这样吧 说上回书咱们说到 回声聊亮茶楼 今天要请来一位女士 她五官端正 双目放光 精神饱满 那是气宇宣昂 一部乐传 四海名阳 老少皆宜 那是万人空相 欲知此人是谁 大家已经猜出来了 那就是我们的 非常尊敬的 非常热爱的 评书名家 刘兰芳老师 掌声有点 欢迎 欢迎 欢迎刘老师 您好 很高兴来到回声聊亮这个栏目和大家见面 我衷心地祝愿我们回声聊亮的观众朋友们 马您吉祥 马您红韵 马到成功 哎呀 你也欢迎刘老师 得是这样的声音 你看我刚才那 很好 你说得很好 不是跟我客气 不是客气 不是客气 那您能给我指导一下吗 比如说 要是您给我们俩开个脸 您会怎么 那可是我们的荣幸 我问那个我们观众朋友同意不同意啊 给他俩开 看看剩下啊 思思 我今天来到回声聊亮的栏目是思思主持节目 我是第一次见着 哎呦 眼前站着美女身高一米七零以上 膝膏条大高个长颗腔 风乳细腰圆大长颗 里头的秀发像 铺铺一样 低到肩上 漫长的瓜子脸 细细的眉毛 大眼睛 高比凉小嘴 这姑娘长得漂亮什么程度呢 高一分太高 矮一分太矮 不高不矮 不胖不瘦 真正的美女 哦 谢谢刘老师 我咋觉得刘老师 刘老师有点推敲啊 没有没有 我觉得刘老师 没你说的 我现在没有思想准备 准备比这还得漂亮呢 这个小泥说 对 眼前站着个新疆小伙子 是白马王子啊 嘿 上中等身材 再看头发 收着个机关头 机关头 机关头 虽然头部不太多 贵人不顶重法 这是她最大的优点 对 啊 长方脸 连边落腮呼吸 是男人的阳刚直气 重眉梦 大眼镜 高鼻梁 四方嘴 上身穿着 是绿色的西装 内衬黑色的衬衣 下边黑色的裤子 尖边结 网着一站 如同运树 临风 您再说我真的得飙起来了 我有这么好吗 我们真的得给刘兰芳老师叫个好 是不是 对 我觉得刘兰芳老师今天一出场啊 你看大伙就特别喜欢您 刘兰芳老师的经典作品 岳飞传 是的 117回60万词 是刘兰芳老师和丈夫共同 整理 编写 并且由刘兰芳老师最终呈现的 这个岳飞传当时有多火 我听说上百家电台先后播放 出版发行的图书达到一百多万册 是的 我也想问问临老师 这是什么程度 您当时听刘兰芳老师的作品吗 那这儿就是所有的人 无论是在田间地头 还是在工厂 还是在机关 当播放的时候 那这儿没有电视机 只有一个收音机放在台子上 你很先进了 那算家里的一个大家 听刘兰芳老师 那简直谁都不能说话 谁要说话就遭人家谴责了 平心静气地听这段评书 简直一生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谢谢 谢谢李洋老师对我的这个褒奖 实际我是李洋的粉丝和迷 他的唐老鸭 印象太深了 还有孙悟空 我说过西游记 所以不但我喜欢他的声音 他的人更喜欢这个小胖小 他是事业成功者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谢谢你 祝他 我发现我们今天语到的 这个格兰芳老师和李洋老师 真的心心相惜 当然刚才李洋老师 跟我们大概介绍了一下 当时月飞传有多火 我们也有一张照片 大伙可以共同来见证一下当时的火爆程度 哇 哇 这真的有点像小品牌词 人山人海 是采齐招展 你看那墙头上坐的都是人 是是 这是哪个年啊 这是 1987年 这是在湖籍书会 山东的湖籍 拖拉基上 树上 板顶上 都是人 有多少万人吗 那这我占了天使地利人和了 那这少的关系 那个时候如果能够现场听到刘兰芳老师说书 那是特别珍贵的机会 但是今天我觉得 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大饱耳福 我也有一个不情之请 刘兰芳老师能不能现场 给我们说上你们一小段 大家的掌声 我们这个演播现场 可能没有这么多的人啊 但是电视机前有上益的观众都在看着 好的好的 那我就是说一小段 掐头去尾说中见 没说完 等哪年 我再到灰声嘹亮的栏目 我再接着往下说 好 谢谢 南宋时期 金宋两国在爱华山前展开一场 殊死战斗 大金国四郎主金屋猪 带领数十万人马 打到黄河边 兵扎爱华山内 连环战表 打入宋朝国都 宋天子派岳飞 再次出兵 在爱华山外 扎好雷营 歇兵三日 想炮出兵 到了出兵这天 君政司 点起一万人 火公司 铸了数声大炮 援帅岳飞 带着 牛稿 汤怀 王贵 赵毅 周青 鸡青等人 直奔江场 门起列闪 任标起闪在两旁 岳飞在帅子 前脚下 带住坐骑 救命 陶吊阵阵 古代没有有相广播 无相广播 宣传喊话 靠嗓子 不过也好使 选这么二三百个 车柔汉子 都是波根粗 嘴叉 大嗓门 亮灯的 一次拍开 一二 哎哎哎 金锅的兵将听着 往里边给你家 主将送信 就说京忠大帅 亲自出战 尔等速来交锋 要不然 要骂他 高山咯 话音刚落 既成山里边 倒 咕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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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连珠炮响 北国兵将 清朝出动 铺天盖地 压压叉叉 大齐 好像高粱地 小齐 压在牛毛里般 有一字长蛇骑 二龙出水骑 三才骑 四门兜底骑 五柱五方骑 六丁六个亚骑 七星骑 八卦骑 九宫骑 十面埋伏骑 飞龙骑 飞风骑 飞虎骑 飞飞骑 飞豹骑 眼睛骑 大盗骑 三十六感天钢骑 七十二个地刹骑 外带一百 单八感压阵骑 七爱骑 七几骑 七月骑 七分招战 是浩带 屏无羊啊 岳飞骑 人家亮兵了 足复手线人 压住针脚 催马之门疆场 马后秋生打一掌 这匹马四里登开 翻去亮掌 踢票跑好 马的肚票 插了地皮了 马尾好象 千条线 马踢塔硬路上 声音穿出多远 耳轮中就听的 台队得胜钩摘下 力拳神矛 掌中一抖 平枪越马 要收复河山 谢谢 哎呀 刘兰芳老师 自己的声音 给我们频道 只有那样一个唯妙唯笑的 一个又一个画面 真的特别精彩 我们也谢谢刘兰芳老师 今天跟我们分享的 《烈飞传》这支经典作品 其实之后的很多文艺作品 都取材于此 接下来呢 我们邀请大家 共同来欣赏一首歌曲 《经中报国》 让我们在歌声当中 共同重温经典 有请 《烈飞传》这支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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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光沉飞扬 我要说祝福开墙 他当中国要让四方来合 爱听广播的观众朋友认为他是著名的演播家 爱看电视的观众朋友认为他是著名的朗诵家 著名的主持人 总之他是身兼素质 但是却理得井井有条 并且在不同领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掌声欢迎曲贤和老师 有请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近期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穷楼玉宇 高臭不声 含 其无弄青影 何似在人间 转诸葛 低起步 照无眠 不应有恨 不应有恨 何事长相 别 时远 人有 悲欢 离合 月有 殷晴 圆缺 此事 古南泉 但愿人长久 千里 共 共 残 担 欢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默然忍受命运的暴力的毒箭 或是挺身反抗人时的无涯的苦难 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 这两种行为 哪一种更高贵 真棒了 要不然太长了 太长了 还要好一大一段 真棒 不愧是大家 你看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 我和思思都斗胆 让你们现场来接受我们的考验 但是有点突然袭击 因为时间长 有的词记得不是很准确 今天我们也希望 齐贤和老师在我们的现场 给我们更多的分享 自己这么多年 从一经历的一些经验 还有感受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请齐贤和老师 落座嘉宾席 谢谢 谢谢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做的这一位嘉宾呢 他同样是一位 非常著名的配音演员 老规矩啊 不见其人 先闻其声 悟空 你到这里来作甚啊 观音菩萨 彼此拜见观音菩萨 特别熟悉是不是 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 我们国家的著名 意志导演 张俊英老师 欢迎 欢迎张老师 张老师你好 我们国家著名的配音导演 同样也是我们这个 老板西游记当中 观音菩萨的配音演员 其实我们大伙 对于张老师的印象 应该是从那首歌开始的 那首歌非常经典 陪伴了几代人成长 让我们荡起双脚 对对 那是电影 那个祖国花朵的插曲 我想问问您 您跟我们赶快介绍一下 和这首歌的渊源 当时我们这个祖国花朵 是中国的第一部 大型的儿童片 请了那个 乔宇 刘志 当然我现在还得叫叔叔 就乔宇 刘志 来作词作曲 那么在这个 把我们都集中起来 二十个孩子 集中到一席以后 那个时候也 也算是体验生活吧 真的到北海去划船 划着划着船的时候 那个刘志叔就突然说 靠边靠边靠边 就是让那个船靠边 为什么 他就在划船的当中 看着我们在那 特别欢笑的时候 他就想起了这首曲子的主旋律 就在岸边就写了 您这一说 我倒是想 特别想听一听 您在我们回声来量的现场 能不能放歌一曲 我不能一个人唱 太干了 您能找个搭档是吗 找个搭档 观音菩萨自然得跟孙悟空搭档 梁老师 您愿意跟 怎么样 我唱歌真的五音不全 别影响了张老师 这歌不可能 这歌您肯定会让我们荡起双脚 其实我建议应该请曲老师 曲老师在几十年来 舞台上是 他们是艺术搭档 生活中是NF7 应该 这台本来啊 我们开门 你不想卖个关子 别说李洋老师先爆料了 来我去 曲老师 曲老师看您找此的二话不说 马上起身就来了 当年他拍《土国花朵》 荡起双脚 那是花朵 现在我们俩都七十岁了 但是他在我眼里 依然还是花朵 多浪漫啊 两位结婚多唱时间了呀 47块50年了 47年了 还有三年就金婚了 金婚了 那这样 你一终唱我帮腔 行不 其实咱们大家都可以一起唱 这歌大家都可以休息 好不好 让我们荡起双脚 小船儿推开波浪 海面倒影着美丽的白糖 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雪里中 一年吹来了凉上的风 让我们荡起双脚 小船儿推开波浪 海面倒影着美丽的白糖 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雪里中 一年吹来了凉上的风 我注意到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也在跟着唱起这首歌 这就是经典歌曲的魅力 总会把我们的思绪带回到 童年的时代 我觉得童年对于两位老师来说 有着特别珍贵的记忆 而且是共同的记忆 我不知道刘兰芳老师 我跟您求证一下 当年这两位老师可是有一段 特别珍贵的记忆 知道 我很羡慕他们夫妻 给毛泽东献花 大家还能记得吧 给我们毛主席献花的两个儿童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就是这夫妻了 献花盛开在天安门广场 我们祖国的今天 是充满了理想和希望的春天 四个少年儿童 向毛泽东主席和胡志明主席 敬献鲜花 哎呀 您说多有缘啊 这个 这两个人真正是同男育女 非常般配 这个曲团长啊 我是非常熟悉的了 我们经常在一块演出 无论是给我们国家领导人 还是大型的晚会 还是在人大会堂 都是他主持的 另外张老师呢 张老师是配音的专家 很了不起 你看听他刚才唱歌 七十岁的人了 声音还那么甜 还那么娇嫩 了不起呀 哎呀 真好 祝他们健康长寿 百年和好 谢谢 谢谢刘老师 两个人的缘分 可能就是冥冥之中 就注定了 后来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认识的呀 后来考大学 我们都同样考进了 中央洗衣学院表演系 我们是大学同班同学 我们关心的是 什么时候开始有捕花了 哎呀 爱情的 这怎么说呢 就是 我就不停地在追他 张老师就追您这段 您自己来说 他 徐老师都是怎么追您的呀 那个时候 其实一开始吧 真是很朦朦胧胧的 就是我们两个人吧 喜欢在一起问书 有时候选择的地点吧 都是挺可笑的 比如说 就是院子里 楼道的门口 我们俩就坐那了 坐到那儿问书 那高班同学或老师过来呢 看看我们俩 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有的就窃窃私语 有的在那儿 就这种感觉 然后我呢 就是我有点性格 有点像男孩子 我就会谈起来说 笑什么 什么好笑的 当时心里还没说 那时候我们上学比较早 我们俩上大学的时候 我才16 他大一点 17这样 应该说那很朦胧的 很朦胧的 那那个时候也没给人送个歌什么呢 没给人唱过歌表达感情 真没有 没有 写过条 写过条 记得条里写的什么内容吗 写的条就悄悄地夹在他笔记本里边 他特喇唬 他那笔记本特乱 那一会儿掉页了 我为了拍马屁 我就跑到下课十分钟 跑到大门口船达室 拿江湖把他给粘好了 粘好了 把他在上课之前 赶到座位上 把他放在那儿 里边就悄悄撕一纸条 12点 俄文教室间 一起问书 就这样 我以为说讲什么 结果还是问书 那个时候的爱情 真的是非常的平实和朴素的 就这一点已经是最浪漫的事了 是 那两个人有很多的共同活异 刚才我们说到有共同的经历 有没有共同畅想的歌曲 在校园里面 那个时候其实最流行的是苏联歌曲 对吧 要跟我们年龄差不多的人知道 那就我们俩 没关系 我们俩唱一段 现个手 没关系 当年的 刘兰芳老师知道 当年的俄罗斯歌曲 卡丘莎 卡丘莎 哇 金典 那水谈 你别 干什么 那水谈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真棒 两位七十岁的老师 在舞台上 那样在歌在舞 共同分享着一段共同的记忆 我觉得特别浪漫 太羡慕了 掌声再次鼓励 我们要向你们先走了 先走了 特别是在工作上 在爱情上面 也就是他们爱情保鲜的秘籍 有共同的语言 有共同的话题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 在校园里的爱情 之后就步入了婚姻殿堂 步入了婚姻殿堂之后 两个人就要有分工 有人主外 有人主内 那个时候我知道 齐生何老师 在梅矿文工团工作 非常的辛苦 也很忙 三十年当团长 所以 是不是家里的活儿 都是张老师 都他干 我在家什么都不管 他很骄傲 这点 还挺骄傲的 他不太内疚 那难道张老师 一点都没有怨言吗 怨言当然有了 他说我认劳不认怨 他说 认劳不认怨 认劳不认怨 要求多高 又要认劳 还要认怨 稍微说一句 他都不干 那时候我开过一次玩笑 因为到十二点了 他还在那写什么 开会的东西 所以我就说 睡吧 你干什么的你 他说 不行明天那个什么什么 我说 秦阳哥 我要改名字了 他说 真的 他很认真 他有时候挺天真的 不知道我跟他开玩笑 真的 我说 他说 那你要改什么呀 我说 我要改名字叫 中国煤矿文工团 为什么呀 因为这样 他得多关心我一点 但是你知道他什么呀 他应该是知道 我跟他开玩笑吧 他不知道 非常认真的走过来问我 那煤矿文工团叫什么呀 太吃了 你这两个人相处到中的一段家话 你一听过这句话 就一个成功男人背后 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 就是张老师 所以曲老师 今天在我们舞台上 在观众朋友的见证下 有什么发自肺腑的心里话 想对张老师说 甭说我亲他一下吧 这个画面 真的要永远 都在我们的心意当中 好媳妇好老婆 在上一辈的人面前 她是好女儿 好儿媳 在下一代第三代 真是个好奶奶 也是好妈妈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两个人的缘分 从很小的时候 明明当中就好像 已经是天定了 我说我已经伺候了 他们七家四代人 你看现在张老师 眼眶都有点湿润了 但是我觉得值得 您也觉得 在这个当中 在这种付出当中 得到了愉快 得到了乐趣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收获 所以我们真的欢迎 两位老师 新婚念日的时候 来到我们回收聊聊的现场 我们在大家的见证下 一起来见证新婚 谢谢 谢谢 那在这样一个 这么感动的时刻 这样一个温暖的氛围当中 是不是两位还能再给我们 带来一首 带给你们感动的歌曲 我听你的 你念了一首古诗 那咱们唱一首古诗 都上西楼 都上西楼 好 唱古诗 多上西楼 月如沟 寂寞 寂寞 无痛 深温 色情酒 见不断临海罗 是一愁 也有一番滋味 白是银口 无言不伤心 远如沟 寂寞不通 深游泛 所请求 见不断临海罗 是一愁 也有一番滋味 白是银口 也有一番滋味 在心头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这个这位啊 他是李洋老师的粉丝 而且曾经在我们回声聊量呈现的 西游记三十年大剧手当中呢 和李洋老师有过机会同台 并且得到了李洋老师的大家赞赏 回家之后啊 他真的是心情钻研 今天呢 来到这儿也是想向李洋老师 进行一个汇报表演的 哎呦 今天他必须得好好的加油表现了 看看他有没有进一步 掌声有请 陈佳佳 有请 陈佳佳 海汇报道 作曲 李洋老师 赞赞 订阅 赞 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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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逍遥自财 逍遥自财 哪怕是 结果分手 哪怕是 冰雪负海 依然是指向不改 依然是信念不衰 喝脱了醉 激荡的情怀 为什么 为什么 偏有这样的安排 为什么 偏有这样的安排 你好 评价家 又见到你们二位了 来来来来 你都做了什么准备 听完李洋老师对我的评价之后 受到了一些启发 没事的就购置一套录音设备 然后没事的打开话筒就开始录 录一些声音 看来是有备而来 那接下来抓紧时间 来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学习成果好吗 行 那我来一个荒诞版的西游记串联 佛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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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婆 佛能 你们俩来到我这里 你的师父呢 嘿嘿嘿 师父去听讲演了 你这破口 你师父不来听我讲经 听什么讲演呐 你可不知道 那讲演讲的可比你精彩多了 是啊 那是谁的讲演 是沃斯科保卫战里的希特勒 佛爷爷 我老猪啊 偷着给你用优盘拷贝了点录音 嘿嘿嘿嘿嘿嘿 要是你有时间的话 我给你放放 不全 你听着啊 士兵们 莫斯科就在你们的面前 两年来的战争 欧洲 道路上所有的首都 你们都被征服了 士兵们 现在只有莫斯科了 你们一定要去征服他 让他们尝尝 你们具有威力的武器 穿过莫斯科的红场 还有 莫斯科 这战争就在这里结束了 你们到莫斯科 去修养你们 沾满硝烟的身体 前进吧 果然讲得不错呀 嘿嘿嘿嘿 我就说嘛 嘿嘿 那你们来我这儿 有什么愿望 嘿嘿嘿 我老猪 我能不能见见 我那心爱的高小姐呀 嘿嘿嘿嘿 嘿嘿 这太难了 因为高小姐已令嫁他人 他到底嫁给谁了呀 我知道是巴依老爷做的煤呀 没错没错 是少年阿凡提里的巴依老爷 是我做的煤 当时阿凡提找我 说让我给保个煤 说他有个最好的哥们叫尼哥买提 咦 他们说了 说要是嫁给这个小伙 被那猪八爹和长得帅多了 我收了他们的鞭子 对方买提 没给多少钱 长得可是太帅了 东信 你问唐老爷 哦哦哦 没错没错 我还请了好多的大明星呢 还有黄红老师 哎呀妈呀可不是咋的吧 参加尼可买提的婚礼我跟你说 简直是老精彩了 老热闹了 不信你问本身 哎呀妈呀可不是咋的嘛 当时四季当的伴娘嘛 大姐 不管你灵气有多大 有多少钱 关键亲情爱情友情 都要用一颗心来对待啊 哦哦 嘿嘿 老孙都明白了 袋子明白没有 我明白了 快走吧 哇 太精彩了 你真的太棒了 真是叹为观止 过去国外 有传说过 卓比林去参加比赛 他本人得了第二名 现在我还怕如果在中国 搞这个孙悟空配音大赛 我连第三名可能都得不上 第一名是佳佳啊 肯定是佳佳了 太真实了 如果我们每一个就是做意志片 或者是这个配音的人 要都像佳佳这样的话 那我们这一个片子里 请一个人就够了 不愧是配音导演 其实佳佳模仿的这些角色 我知道都是以李洋老师作为范本的 是 是等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对 所以我想问问李洋老师 您当初比如说 营造这个唐老鸭的形象 您当时是怎么找到诀窍的 当时我们配的时候呢 导演是徐家查老师 是中央电视台的少儿部主任 非常严格 就是第一要保留鸭子的声音 第二要说清楚这词 就这个 这那几年真的折磨死了 再来再来 一句话录过最多的二十几遍 就后来就跟导演快打起来了 就是你你到底说吧 怎么不行 你没听清词怎么不行 等听清词了 没鸭子味了又说 就就就反复来 真的你你会 人会疯掉的 那是今天 我们当然特别敬重 这个徐家查老师 没他这么严格也出不来 当年我们的好作品 但是当时来讲 真是恨死了 所以任何的经典地道 都是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 其实今天佳佳我知道你来 还有一个心愿 就是上一回来的一点点小遗憾 今天想要弥补一下是吧 对 这是最大的心愿 有什么遗憾 就是我演猪八戒 我想跟李扬老师配孙悟空 能跟前辈来上一小段 跟袁老师合作一段 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还能做记性的 八戒 你快点给师父画点斋来 哥哥 我老去画斋 到哪去画斋呀 你去吧 你这个袋子 现在是越来越懒懒 快点 找打 师父 师父 你救我呀 哥哥 你还是饶了我老猪吧 实现了自己的心愿 佳佳你现在什么样的感觉 太激动了 谢谢李扬老师 谢谢 我们再一次用掌声 祝成佳佳 取得更大的成绩 加油 谢谢 谢谢 今天我们请到的三位嘉宾 他们的声音都极具辨识度 也用他们自己的声音 塑造了很多经典的荧幕形象 所以我也在想 对于翻唱一对三这个环节 谁敢来应战 我跟你说还真有胆大的 还来了 就在幕后等着呢 先别拉幕我们 先让他出个声 大家一起猜猜他是谁 猜对了 我们就让他出来好吗 好 来 来 请 回声聊亮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谁 谁 猜出来了吗 谁 猜出来了吗 这人是谁呀 谁 掌声欢迎周围 来 来 来 我 都不如站在这舞台 听到掌声响起来 听到掌声响起来 我的心中又无限半开 多少青春不再 多少情怀已更改 我还拥有你的爱 好像初次的舞台 听到第一声河台 我的眼泪忍不住 流下来 经过多少失败 经过多少等待 告诉自己要忍耐 掌声响起来 我心更明白 你的爱将与我同在 掌声响起来 我心更明白 歌声教会你我的爱 上声响起来 我心更明白 你的爱将与我同在 上声响起来 我心更明白 我心更明白 有挑战性 叫翻唱什么一对三 你想想如果说 有可能把这三位艺术家身上的某一点的元素融入在一个人的身上 观众朋友你们试想一下 除了周围还能有谁呢 手机不小啊 有点自信 没有没有 只是说这都是我崇拜的偶像 三位大师级的人物 首先 从谁下手 不是 首先给谁献礼 给谁献礼 那这样吧 就先为我们尊敬的 徐团长吧 准备向徐团长献礼 致敬是一段诗朗诵 既然是朗诵吗 小妮就可以有点那个正式的那个本 他就是本匣子 准备了 不是背变来词啊 他这是一种范儿 你也找找范儿 一种范儿 就跟主持人一样 你比如说国聊量吧 比方说自私一个人就可以了 但是他必须比较旁边站 所以说你完全背得下来 那我把这个纸给你撕了 不不不 不是不是 他这种感觉 找找的感觉 好了小妮 你的活儿来了 好 下面请听诗朗诵 两面派 怎么认识字啊 下面请听诗朗诵 两面之缘 表演者 钟伟 掌声欢迎 记得那年 我和您有过两面之缘 一九九九二年 天津 天津 冷 印象里 那天的冬天 特别的冷 北风 白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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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怎样的机缘巧合 您来看我的演出 那时 我还是个毛头小伙子 一如往常 我卯足的镜头 演完后 在后台卸了妆 突然您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话不多 告诉我 来煤矿文团考试吧 当时我激动啊 望着您那慈祥的笑脸 我说好 我一定去 一九九三年 北京 春天 我来到了约好的地点 走进了煤矿文团的剧场 说了一段精心准备的当口相声 叫舞台的故事 您点了点头 冲我露出了一丝微笑 我觉得有戏 可是 世事无常 终究 我没能进入您所在的文工团 但我始终没有忘记 那个冬天 和那个春天 一位长者 求财 若渴的微笑 谢谢您 谢谢大家 我很感谢周围 听了这首短诗 我也很感动 这个 他念得很真情 也很深情 朗诵的水平也很高 不仅有 准确的逻辑停顿 还有很多精心处理的心理停顿 非常好 这个 但是 您过奖了 您过奖了 听但是 但是 您说 周围 也勾集了我 一段伤心的往事 当时 他考我们团 我很想要他 但是我没想到 他同时还考了二炮 后来 他又权衡了一下 二炮工资比我们高 待遇比我们好 所以他就抛弃了我们团 而投身到二炮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 伤自尊了 没有 刚才我还真的挺感动的 但是团长的一说 我就明白这到底 我还想您为什么没要他呢 事是真的 但是 许团长刚才说那个原因 绝对不是真的 后半段不是真的 你想对于当年 18岁的一个小伙子 只身来到北京 能够生存 这是第一需求 可能煤矿 有一个户口的问题 但不是说不办 就是速度稍微呢 迟了那么一点 二炮办得很迅速 我到那第二天 给了我手军装 我就跟着下部队了 回来就办入伍了 容不得思考了 虽然没有成为我真正的领导 但是在我心目中 真的永远是我的领导 是我的老师 有很多地方 要向学团长学习 好 齐贤和老师这一关 算是顺利通过 哎呀妈呀 我跟你说 我从来没有在这 这么紧张过 今天这三位 太重量级了 太重量级 后面还有两位老师 刘兰芳老师 李扬老师 您准备 那就 从刘主席 我再消防一下 好了 但是要是说评出的话 这一事好像不太相对 太夕阳了 不耽误大家更多的时间 两秒钟把衣服换好吧 两秒钟 来我们共同见证 好 一 二 哇 结束了 这衣服还暗藏玄机啊 还真的有点 有点意思吧 这是挺不错的 我先学习一段好吧 有请 大概学习一段 掌声送给周围 试一段 哎呀 再回说谁 话说 苍盛将军赵云赵龙 怀怀哪斗 全拼跨下马 掌中的这根呛 人抛就把一文大将文员 杀了个七处七忧 鬼心来外打阳小间 一看战役大哥 你踩谁 好像太根了 感情 赵飞 赵云说 哇 这不赞善爷吗 赵飞说 爷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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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兄弟 游戏嘛 赵云说 我崴了 他们忍太多了 一绑一活 我打不过他呀 我就是着信掌握的 我点太低了 这完全就是另外一种味 别有风味了 别高兴太早 听完你这段 刘老师表情非常严肃 这个应该说是 评书加相声 相声的学 因为天津人 确实说书有天津话 不用这么多翘米科 因为周围多才多艺 在相声上很钻 评书是基本功 在学校学过 是不是 向你祝贺 谢谢 刘老师 我想跟您请教一下 您看您这开场 给我们展示的那段 岳飞传 里面好像有很多的 这个模仿的成分在 对 就口气 您教教我呗 我老觉得您这个 特别给劲 到那说书的时候 还有那个骑马 那个马骑声 你已经很好了 我这首诗话 给我打开 金钟月飞 催马直奔江场 金钟月飞 催马来到江场 马后秋上 轻轻打了一掌 走 要不是我帮你来 马后秋 马后秋上 轻轻打了一掌 这一匹马 这是国家非物质文化仪式的 可不是一天两天 能学得会的 刚才刘兰芳老师 对于周伟的这一段 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那周伟也算是 向刘兰芳老师献礼 算过关了 致敬 好好好 最后一位 李洋老师 我的鸭叔 什么 因为他配堂老鸭呀 所以说很多业内的人 是都管他叫鸭哥 但是这辈分差着了 因为他和我的师父 是好朋友 我相关老师 所以我一直尊称为鸭叔 那你是鸭侧 我到有一首歌 我倒觉得特别能够表达我对李洋老师这样的一种致敬 也是西游记的主题歌 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 不耽误大家更多的时间 看看还能够很快 就把它恢复到刚才那个样子就可以了 不是不是 你光这样不行 唱歌嘛 你毕竟是歌唱家台上 他这个 他可都需要有些个道具什么的 哇 顺利 而且这个西装也不太合适了 一般都是大歌唱家 都是燕尾服 是吧 还有自带尾巴的 从这一点能看出来周围生活当中是多么坑门一个人 一一三用 傻料的 来吧 现在找找感觉 你跳着带 我牵着马 好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一瓣磣春秋風雄, 一場長酸甜苦辣。 男文怒在何方, 怒在郊鄉! 爱为路在何方 路在江湘 我刚才看到周伟唱歌的时候 三位嘉宾也在跟着拍手 周伟今天所表演的 我觉得我是做不出来 他今天能在台上这样出色的表演 正因为他的基本功扎实 底蕴深厚 周伟亲切的管您叫压叔 我觉得您得用压叔的方式 再来那么一句 这个好 周伟 我漂亮 今天我们也特别感谢 谢谢周伟作为翻唱一对三的嘉宾 来到我们的现场 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的欢笑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周伟 谢谢 掌声王表送给周伟 谢谢 掌声送给你 接下来呢 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两位曲艺演员 不用说 他们今天是要向刘兰芳老师献礼的 掌声有请 刘昭王宏宏 我爷爷小的时候 唱在这里玩耍 高高高的前门 防护挨着我的家 打扭挨着我的家 一旁穿上 鱼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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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它 度过量 大灰色的 年华 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过鞋 他一日那三餐剥头咸菜嘛 就是一口大碗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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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上的饮料有千百种 也许它最廉价 可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它唇后能相拌 只穿到天涯 它只穿到天涯 欢迎两位 你们好 两位都是刘兰芳老师的徒弟 是的 徒弟 两位都是女弟子啊 这个说评书好像还是以男士为主 是的 过去都是男士 歪打正早 我就说了评书之后 收了一大批女的二十多个 刘昭和红燕呢 都是佼佼者 都是比较不错的 他们的声音很好 演出应该说比我受欢迎 叫他们都说一段 你们听见吗 先来啊 我给大家来一段 家喻户晓的一个作品 叫《岳飞传》里头掐出来的 这么一小折 《岳云垂震》金产品 要救 行中大帅岳飞 有个儿子 叫岳云 今年十五了 您别看年纪不大 本龄可不小 手中一对雷骨瓮金锤 招数惊奇 壁立过人 真有万夫不党之勇 因为金屋珠禁犯中原 皇上赵构和京中大帅 被困在牛头山 玉云四处搬兵已毙 到牛头山救驾 来到了山前 带着了马 抬头一看 营门脉高过 免账牌 哎呀 玉云一看气的那脸都变了 哎呀 这多丢人呢 这给我爹也丢人呢 他一抬手 丢丢丢丢丢丢丢 坍 免账牌砸了个粉粉碎 早有人 给京中大帅送信去了 岳飞一听可气个坏 来呀 叫那奴才 进来 打货 人家月云那根本就没在乎 参计 副帅 月云 是你 把免战牌给砸了吗 是我呀 你为什么 要砸牌 副帅 我想咱们堂堂的中原大将 轰轰烈烈的月姐军被人打得闭门不出 这有多丢人呢 请你给二人一只将力 带我出马林笛 走马活前 金蝉子 月云不容他父亲分说 冲出了帅帐 来到了战马前 把马肚带子紧了三紧 飞扇上了马两条 剪凳战马直 金蝉子 月云这一去呀 究竟谁胜谁负 欲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 赛奖 那才是刘昭为我们带来了一小段 刘兰芳老师觉得如何 她的声音非常好 而且说跳舞蹈出身吧 她的身上漂亮 我觉得演出很成功 向她祝贺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到您了 今天想给各位观众和老师 表演一段寒灯大鼓 寒灯大鼓 对 道具都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来吧 有请我再见 天地照光景 愁寒暗暗 请我再见 天地照光景 咱们下来呢 花香之地 如河庭 一江湖上雪 花香之地 如河庭 悲绝不齿 山泉去 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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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像现在流行的那个富宇啊 你嘴巴不能有太多的动作 但是你的声音很清楚 但是比富宇更难的是在于你的幅度要更小 因为你要保证这个蜡燃更不灭 对 您劲大了 气太足了 这个蜡肯定就灭了 那我们能不能找一个没经验的零基础的人 先来试一下就知道这个有多难了 我看小姨可以了 我咋试啊 还给您准备了一根小木棍 啊 这个 来 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回声聊亮 你别光说 你别光说 你叫我什么 试试 你吐字清楚点 我只能叫你语试 你吐字清楚点 我的嘴唇都快流口水了 你唱了两句是不是 有 往事不要再提 人生一朵红鱼 忽然记忆都不及 爱意魂都还在心底 大舌头有点 真的要断了过去 让明天好好记忆 你说不要再哭哭 疑问我的消息 哎 请把口水擦一下 哎 真流热了 快快快 特别不容易吧 哎呀 哎呀 这下巴都快掉了 谢谢 谢谢 我觉得您非常不错 谢谢 谢谢 我知道今天学生也是带着一座感人之心来的 也给老师精心准备了一个惊喜 是的 不好意思 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啊 也没有回忆 这是蜡染的真丝围巾 好 希望在春夏之际 您能围上脖子保护嗓音 谢谢 这是我送给您的护士宴 我知道您非常喜欢书法 愿您今后取得更大的成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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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 刘兰芳老师能和两位徒弟合作一曲吗 可以啊 咱们说一句就合吧 今天来到《徒生流量》 看大家精神焕发 喜气洋洋 真正是欢声笑声 歌声掌声 声声入耳 歌星笑星 五星明星 星星争辉 一首歌 日上一段真情 一段舞 成上面后裔 一个相声 宝如满花欢笑 一个小品 奉上一段喜气 这真情 这厚意 这欢快 这喜庆 随着电波飞远坑空 飞跃大河 飞跃长城 飞跃望连 飞跃山丛 飞到七千家万户 飞到亿万人心中 献上一段真情 祝您 祝您 幸福 庞宁 谢谢 非常表示给我们的两位徒弟 感谢 谢谢师父 再次谢谢 谢谢我们的两位学生 谢谢 谢谢 唱响雪域的高原红 唱亮中国的东方红 唱诵信仰的硬山红 是什么 让红色的歌谣代代传唱 不要忘记过去 不要忘记历史 是什么 让红火的日子歌声飞扬 8月1日晚21点 回声聊亮 与您一起唱响家乡的一幕红 我们听听唱 听回声多聊亮 到这里呢 本期的回声聊亮 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我们要特别谢谢四位嘉宾 光临现场 谢谢你们 要感谢天王表演 对本人们的大力支持 重温时代经典 唱讲回声聊亮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了 听回声多聊亮 任心水永远不老 永远不为您说 听回声就就回答 心中永远永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